这是2022年漫威最新电影 暗夜博士莫比亚斯 继独夜后 漫威宇宙暗黑系英雄又添一元 可该天网络口碑差到爆 有人戏称看彩蛋送电影 广告2小时 正片2分钟 豆瓣评分5.7 其中5分给到演员 还有0.7的辛苦分 那么电影究竟有多差呢 咱们一起看看 主角莫比亚斯一出生 就因患有罕见血液疾病 一直居住在医疗机构 这天他迎来了一位新的病友 路西恩 因为病床挨在一起 加上同病相连 两人很快成为了好友 这天 路西恩的医疗设备出了故障 危急时刻 莫比亚斯用一只圆珠笔修好了一期 成功挽救路西恩 事后 院长认为莫比亚斯天赋异禀 安排他去专业学校接受教育 莫比亚斯留下一封离别信给路西恩 信中他直言 自己以后一定会找到办法 帮他们俩恢复正常的生活 时间一晃 诺比亚斯已经成为了 世上最出色的血液疾病博士 他开发的人造血液 拯救了成千上万个重症患者 因此还要被授予诺贝尔奖 可他却选择了拒绝 因为人造血液 只是他实验失败的产物 他真正的目的 是为了混合蝙蝠和人类的基因 根除自身的疾病 蝙蝠是世界上唯一 靠吸食鲜血存活的哺乳动物 体内有独特的抗宁血清 而这种抗宁血清 就是他治愈自身唯一的希望 通过一系列实验后 他自信满满地准备进行原体实验 而实验对象正是他自己 为了防止意外 实验将在公海的货轮上进行 蝙蝠血清成功注入莫比亚斯体内 可刚躺下 他的身体就开始剧烈抖动 等你有马蒂找来雇佣兵协助时 只见莫比亚斯像蝙蝠一样 倒挂在天花板上 还长着血盆大口 雇佣兵下的开枪射击 可下一秒他就被丧失心智的 莫比亚斯咬断了脖子 马蒂赶紧关闭了实验室的大门 可莫比亚斯的力量逐渐强大 很快就破窗而出 接下来就是一场残忍的屠杀 几名雇佣兵都被他吸干了血液 等莫比亚斯恢复离之后 现场已经失衡遍野 他后悔莫及 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然后匆忙删除了所有记录 逃离了货轮 暗夜博士莫比亚斯 被称为漫威宇宙中的蝙蝠侠 超级英雄中长相最丑的 没有之一 虽然仇渴他实力超凡 速度快到起飞 堪比波音747 还拥有回声定位的能力 但唯一的缺陷是 一段时间内必须用新鲜血液补充体力 否则将会变得虚弱无比 被是血性反噬 而人造血液的效果逐渐变弱了 他必须要找到新的血液替代品 就在这时 朋友路西恩赶了过来 恰好看到急需服用血液的莫比亚斯 在他的指示下 路西恩拿来了一袋血液 莫比亚斯服下血液后 瞬间变得强壮起来 看着这一切的路西恩 再也不想忍受病痛的折磨 他请求莫比亚斯 也给自己注射蝙蝠血清 但莫比亚斯不想他 变成跟自己一样的吸血怪物 他拒绝了路西恩 并把他赶走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 不久后 医院内的一名护士死于非命 并且身体被人吸干了血液 莫比亚斯以为又是自己失控后 犯下的命案 于是他决定逃走一段时间 可刚走到门口 就遇到了两位警察 为了隐瞒自己的异常 莫比亚斯放弃了抵抗 很快 路西恩来到了监狱 看望莫比亚斯 他还带来了一代人造血 可走时却遗漏了他随身携带的拐棍 莫比亚斯明白了一切 路西恩肯定偷偷注射了蝙蝠血清 医院的护士也是被他所杀害 莫比亚斯急忙喝下血液 从监狱窗户一跃而下 他必须阻止路西恩继续杀人 只见他用回声定位 锁定了路西恩的位置 他质问路西恩 为何不听自己的劝阻 成为了吸血怪 可路西恩直言 自己只是为了活命 两人在地铁上 展开了激烈的搏杀 几位警察出来阻止 却都被路西恩全部残忍杀害 一直吸食人血的路西恩 要比只依靠人造血的莫比亚斯强大得多 莫比亚斯开始意识到 必须找出解药制止路西恩 于是他利用地铁飞升一跃 摆脱了路西恩的纠缠 但很快路西恩找到了 莫比亚斯的女友马蒂 男人为治疗血液疾病 注射了蝙蝠血清 顷刻间 就变成了肌肉猛男 力量和速度都爆发到了极致 飞炎走壁都不在话下 还拥有了回生定位的能力 可不久前他还是一个连走路 都需要拐杖的血液专家 但变强是要付出代价的 他成了必须不断吸血的吸血鬼 人造血液逐渐满足不了他的欲望 更严重的是 跟自己同样病情的好朋友路西恩 也偷偷注射了蝙蝠血清 并在城市内到处吸食人血 为了阻止路西恩 他必须尽快研制出解药 于是他找到了一个 制作假钞的地下室 用它来作为研制解药的基地 只见莫比亚斯一个照面 就把混混下的连连求饶 随后他开始组装自己的仪器 而另一边 路西恩还在享受恢复正常人的快乐 为此 他还特意捣持了一番 决定今晚在夜店吸收新血液 可当他刚看上一个新猎物 就被旁边的硬汉一把推开 路西恩不想暴露身份 暂时忍住了怒 可就在硬汉走出酒吧的那一刻 路西恩盯上了他 因为这次事件 警察从现场的监控中 发现了路西恩的身份 很快 各大新闻开始公布 莫比亚斯和路西恩的信息 一直抚养他们长大的院长 看到这一幕 立即找到了路西恩 劝说他改邪归正 但看到院长后的路西恩越发激动 他指责院长从小 就对莫比亚斯偏心 可院长却反驳他 说自己一直最照顾的是他 将一生都奉献了给路西恩 可现在路西恩完全丧失理智 反手一抓刺伤了院长 莫比亚斯这边 已经制成了治愈血清的解药 但这个解药不仅会杀死蝙蝠血清 也对人类致命 莫比亚斯知道人造血液 给他的时间并不多 他决定今晚就解决掉路西恩 同时还为自己准备了一支解药 以防自己明天丧失心智吸取人血 他刚走出门口的时候 就接到了院长的求救电话 等亚斯赶到现场后 院长已经奄奄一息 就在这时 莫比亚斯听到了马蒂的呼叫 没想到这是路西恩的调虎离山计 通过超声波锁定了女友的位置 随后纵身一跃 莫比亚斯还是来晚了一步 马蒂被路西恩刺伤了脖子 命不久矣 马蒂知道莫比亚斯不是路西恩的对手 于是让他吸食自己的血液变强大 莫比亚斯偷偷把自己的血位给女友 随后一口咬向了他的脖子 吸完人血的莫比亚斯得到净化 此时路西恩也赶到了现场 两个吸血鬼的战斗一触即发 路西恩一个飞扑撞倒了莫比亚斯 还将他的肚子划破 随后路西恩拉着莫比亚斯冲向地面 就在一瞬间 莫比亚斯发动了超声波 随后掉落地面 失去战斗能力 突然地面上泛起微波震动 无数的蝙蝠蜂拥而来 环绕着莫比亚斯 他开始恢复战斗能力 再次进化 路西恩想趁机给莫比亚斯致命一击 就在这个时刻 莫比亚斯拿出解药 直接扎向了路西恩 解药在体内迅速扩散 路西恩也恢复了原貌 但也失去了生命 最后 莫比亚斯在蝙蝠群的掩护下 离开了现场 而实验室里的马蒂突然苏醒了过来 至此 电影结束 当然 还有漫威电影的老规矩 两个比电影还精彩的彩蛋 不过具体是什么 就不剧透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 《暗夜博士》 莫比亚斯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